今天這個案件真是太難了 但難不倒我了 因為我就是外表看似小孩 卻擁有過人智慧的名偵探柯熙 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解決 虛主詞這個難題 英文裡面虛主詞的用法呢 就是用代名詞itit 來代替我們要講的事情 因為這個主詞可能太長了 A全部放在句首的話 可能會顯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就用it來代替它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大雄應該已經告訴你們 動名詞當作主詞該怎麼用了吧 複習一下好了 小蘭說原子要找他一起去新開的購物中心 他要帶我一起去 go in shopping with them it's not easy for me 跟他們一起去逛街對我來說可不容易 因為呢他們花太多時間在試穿啦 go in shopping with them 這串動作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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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太長了 所以呢在這邊呢 我們就用虛主詞it來代替就可以了喔 it is not easy ok這樣呢就是在it呢 這邊就是代替了 跟他們一起去 shopping的這件事情 對誰而言呢我們呢就是用戒系詞for for後面加上人喔 例如呢這邊我們說for me 對我來說 後面呢再用to再加上前面那一串動作囉 go shopping with them 注意到呢我們to這邊是不定詞喔 所以後面要加上原型動詞 所以呢整句話我們再看一次囉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go shopping with them ok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go shopping with them 在這個句子裡面呢 it就是虛主詞 我們在to後面加的那一串呢 oh 它才是呢真正的主詞 注意to後面呢 我們要接的是原型動詞喔 你已經頭昏了嗎 沒有關係喔 趕快把句型抄起來 這邊的句型呢就是it加上b動詞 加上形容詞 再加上to再加上原型動詞囉 it呢在這個句子是虛主詞 它是沒有意思的喔 to後面所接的才是真正的主詞囉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go shopping with them 真正的主詞呢是go shopping with them 和他們去逛街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for me it's not easy不簡單 這個用法非常常用 還不趕快記起來囉